二零六臺北渣達公益馬拉松 結合公益跟運動的臺北渣達馬拉松賽事 即將在明年一月二十四號登場 更發起聽見愛 萬人急聲活動 希望民眾永遠上傳加油影像或聲音 為視障跑者加油 在其中記者會上 也邀請知名藝人郭雪芙站臺 從來沒有跑過步的他 這次為了公益 可說是火出去囉 可能要開始訓練自己 要慢慢的 可能快走 從快走開始 然後慢慢的去訓練自己跑步的耐力 雖然是很期待 也雖然是很緊張 怕自己就是體能不是很好 再好好的仔細想想 跟大家有一起開始 我覺得蠻好的 除了美麗的郭雪芙 還有各界名人儲神力挺 就連目前正在臺中 拼佔世界十二強的棒球情人高國輝 也特別錄製短片 跟大家相約明年跑道上見 對於事實上的跑者 沒辦法他跑步的 只有自己的呼吸聲 有了聲音 豐富了他們在黑暗中的跑步旅程 是聲音引領他們繼續前進的動力 因此我邀請大家 跟我們一起聽見愛 參與萬人集聲活動 用更多的聲音一起為愛發聲 讓事實上朋友們能夠聽見關懷 聽見愛 邁入第三屆的渣達工藝馬拉松一直都是國內最多市場朋友參與的賽事 藉此機會讓世界看到臺灣對運動的熱情 以及對工藝活動的重視 更號召民眾加入陪跑員行列 幫助市場跑者一步一步 跑出希望 我來體育新聞採訪報導 我來自找到 指導台 聽完